先開始 主內的弟兄姐妹們 大家早安 來 謝謝你們今天讓我 這個任何一個機會 讓我們今天來這裡 來贊助這個經驗 大家感恩 我们是从中文教育开始 就是我们的祝福生日开始 我们的祝福生日的时候 中文教育开始 我代理师后面 到我的现在 他十个教育 我们的祝福教育 孩子三个 九十三个 孩子三十个 我们的三十个 是在一个教育 我们感觉 因为我现在回家 每一阵事情都会受到 在这种教育 受到就 我们的唱歌唱诗 学的那一份茶几 我们的祝福之中在面前 那么后来 我们的祝福教育 从一个分学者当中 来变成这些痛痛 我觉得这些神会有了 所以在我们的生神当中 对 如果我们会终于 在我们的祝福 告诉我们 用四季一生 所以在我们的祝福 地下 以及用手会的相见 好 一定 我能够得 但是这一期 就是 生命的地方 好 大家一起 一起 今天我们的诗篇 十篇 十篇 一起来念 一二三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烟花 烦在我里面呢 也要你称颂他一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烟花 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典 他誓言你的一切罪名 医治你的一切罪名 他死实了 继续救赎你的 救赎你的脱离死亡 你的死亡 祝福你的冠冕 谢谢 阿们 对 这边 当你开火 真上神的一个时候 我们的朋友们 今天有没有安定在 有这关情话 或什么 这一段 有点 通胆 来到这边的圣经 在火葬了什么话 你的整个 你跟神的一个 面对面的 这个关系 马上就在那里 这是 神就是 祂的方便 你要 教他 要教他 我也不要轻散自己的 因为他就在那里 这一段 一段 在 最后 你会 最后 天不上 有没有安心 在我们的表情 今天我们的经历 会随着在这里 但是你生日 会随着 甚至会有 那一段 周围 在我们的 最后 正在我们的 次数目的是 你知道我们 能将 祝福你面前 还能力度 我们的是 2013 我们都是 你要 祝福我们 相信这个 rad section 然后 保罗 incr Jess 公开 M Amen 谢谢 各位 下面 这是保罗 节给 格林多 教会的书信 那是记得在哥林多后书 第十一章 第二十八到三十节 好吗 一起来印象 一 二 三 除了这外面的事 我还有为众教会划心的事 天天拉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 我若彼此夸就夸那 欢呼火软弱的事 变了 再来一次 再来 一 二 三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划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 我若彼此夸就夸那 欢呼火软弱的事 那我很清楚史书保龙 他是一个很 这个角色是很特别的话 他特别是被神特别的呼召来他 他以前是弥博 是弥博耶稣的妈 后来他请得主做了耶稣的 就是奔冲了耶稣之后 很多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划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的身上 我会想到很自然 我就想到自己了 这是过门的事 我们不可能有像他经历过那么多 很多的那些病例死亡的经验 可以说是又沉船 又被人家打 又被逼迫 我们可能没有造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中 我们也面对了很多的压力 我们工作上的压力 经济萧缴的压力 通货膨胀的压力 跟人关系之间的压力 都有 这些都是我们在外面的事 那今天各位来到教会当中 我们就是有教会的心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主耶稣的心 我们有会被教会划心的事情 也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其实真保罗的 因为世代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 当时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说 这是我软弱的部分 他都说我有软弱的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黏倒我不焦急呢 我们也焦急着 我们也有黏倒没有软弱的时候 那保罗在三十节怎么说 我若必须自慌 就慌慌慌慌我软弱的事变了 人家自慌是慌慌自己好的事情 对不对 我能我行我厉害我比你好 我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保罗这边这么说 如果我要自慌慌 为什么自慌慌 我就滑倒不 我软弱的事变了 为什么呢 一把老二星大到神面前来 神要为你成全 神要为你 神要帮助你 神要给你那个 我们靠的 不是那个人说的什么 或者是 什么事情 可以说什么事情 或者说什么 不是我们靠的是什么 神 我们靠的是神口中说出来 我一看 我都说出来 这个美军都在那里 对对 所以我们 我们的软弱在神面前 神明摆 神明摆 我们的软弱 在神面前 神明摆 变为帮我们成一个幻学 靠的不是我们 是神 神 神多的 神 今天带着一个极限的心 人数不多 那是你的心 你的太多 神是看到 我们带的是一个不可够的心 好像如露可不其水 溪水一样 我们来唱你首诗歌 如露可不其水 神浪漫我的心间 无你无路 人间无血水 唯有你 是我心上爱我们 爱记爱你 唯有你 是我心上爱我们 爱记爱你 唯有你 是我心上爱你 唯有我的那句话爱我爱你 叫我爱 让爱的感受我 世上犯罪 一生大的力量放开 我依然能相互于你 唯有你 是我心上爱我 可不来记爱你 唯有你 是我心上爱我 可不来记爱你 唯有你 是我心上爱你 唯有你 唯有我爱你 唯有我爱你 是我心上爱你 我爱你 我想到你 你只有你 是我心 是我爱我的 我没有你 没有你 你只有你 是我心 是我爱我的 我爱你 爱你 是的耶稣 我为你是我心 是我爱的 我要来参参来敬拜你 谢谢你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今天 是你的爱信我们来这里来敬拜你 是你的爱信我们来到你的殿中 是你的爱拯救了我们 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祝我们学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避难所 你是我的救助 你就是我的医治 我求你 支持我 来到我们的当中 亲自向我们说话 我们有苦难的 求神你自己来安理我们 我们有病痛的求神你医治 你快快的来医治 我们要求神你医治 我们有缺乏的 我们要求神你医治 我们有缺乏的 我要求神你医治 就像你生命上所说的 靠着你的 我们把神都能做 我们靠着不是人 靠着不是神 是靠着神 你手中所说的每句话 你手中所说的每句话 你的句话就是 是的 是阿 感谢你 你还能靠来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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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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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安慰的话 你对真教的勇气和力量 也会以深处的态来去倒戴 你让还会有被你厉害的方法 也说谢谢 谢谢 Come on, with everything we got I got above the world in motion I got above the hopes and fears I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throws at me I got above the world in motion I got above the hopes and fears I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throws at me now I say 心情低落的时候 想听你的温柔 你那看不见的手 爱你我脑 风风雨滴的天落 看满风景的海红 是你的念的沉默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机会帮助我 没有什么混在我的渡过 想起你会帮助我 想起你机会帮助我 现在看不见的 你也敢 trouve我 就是阴帝啕啕啕啕啕啕啕 嘗嘗爗 为你感觉罵我 كCSBR одおうま 做姬既既无 control 你只剩對我說 你是不離開我 給我 半年的折磨 你當相信 你會幫助我 還有什麼困難 不能不過 小吉利 我的幸福在永久 生命在余有你的美容 只能相信 你會幫助我 還有什麼困難 不能不過 小吉利 我的幸福在永久 生命在余有你的美容 生命在余有你的美容 生命在余 生命在余有你的美容 生命已 が美容 生命在余有你的美容 生命在余有你尊於做的事 進步 不要憂愁 他以为战胜你的丸弱 我们的非党和痛苦 我们的错误 他的保险已经深爱了 回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去看看 祝你允许神灵安静 祝你祝你祝福 我们相信神灵的祝福 就在路上 你的意志就在路上 你的安慰心态就共在一起 你的存在 让我们能勇敢地面对一切 祝我们感谢赞美的你 谢谢耶稣 谢谢祝祝祝祝福 祝福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现在也要读正道的经文 就是等一下彩霞姐妹让我们 那我们请坐 那请坐 来 我们要读一下今天正道的经文 正道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 第九十篇 第九到十集 我们来一起念一念 一 二 三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的翅膀 我们附近的日子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进行的 不过是劳苦还所凡 转眼 我们 便如飞而去 对了 谢谢 其实我们 在神的面前 真的是 我们以我们度的日子很苦难 很多日子很难过 其实在神在天上的时候 就是千年好像一日这样 祂是这样的 根果伟大 我们真的是不能测透的 所以我们不要 以我们小心的眼光 或者是我们今天 熟悉的眼光来看神 让我们 祂能够成为我们成就的事情 Amen 我们把时间交给彩霞讲道 谢谢你 彩霞 来 拍照是哪根 用那个 忘了这个 OK 好 好 各位弟兄姐妹 主妹平安 平安 平安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大家 就像我们每个人 怀着一颗喜乐的心 一颗渴慕的心 来到我们神的殿中 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 所面临的世界 让我们来思想 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 紧紧地跟着神 那我们知道 摩西是圣经当中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我们常常称他为是神人 对不对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也是人啊 他也会有盼心 有愁烦的时候 对不对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呢 就是摩西三探 我们看看他都有一些 什么样的感叹呢 这段的经文呢 刚才我们大家已经读过了 那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有限的 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就即便是神人摩西 他虽然他的身上有着 与众人不同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素质 一个特质 他的祈祷 就成了千古经典珍贵的篇章 那从古至今 广传于神子民中间 那诗篇106篇 那诗篇106篇记载的 以色列拜金牛犊的事件呢 那神因着愤怒 就要灭绝以色列人 灭绝以色列人 灭绝以色列人 当摩西站在当中的时候 为以色列人祷告 祈求带祷 那神的愤怒便没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带祷 那虽然摩西和撒末尔 站在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五节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虽有摩西和撒末尔 站在我面前带求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你们看到 为什么神这么样愤怒 又撒末尔和摩西 在神的面前带求了 可是神说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百姓做了使神愤怒的事情 对不对 让神很生气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做父亲的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做出了非常错误的事情 我们会很生气很气愤 那我们刚开始会怎么样 很愤怒 我们可能会指责他 会骂他 可能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啊 真的要动手打他了 就教训他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天父上帝 有时候也是会教训我们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看到了 摩西他是一个很喜欢 我们来为以色列民 为其他人来代祷 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代祷 就是常常为别人祷告了 那我们每个人 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会一睁眼 哇 我要感谢神 我要做清晨的祷告 对不对 感谢神 让我的眼睛又可以打开了 感谢神 让我今天又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他给了我生命的延续 我们这里都要感谢神的 我们很会为自己祷告的了 对不对 我们为我们的饮食做谢餐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各种事情做祷告 我们都是为自己祷告 那是很少 很少 真的很少 我们一天当中 用一半的时间来为别人 或其他的事情 我们来做代祷 我们真的是很少 我们常常都是 在我的那个世界当中 那我们看到摩西 他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他常常是为别人代祷的 那在《民书记》当中 12章记载了 摩西为米利安代祷 那14章又记载了 摩西又为以色列民代祷 那16章也记载了 摩西为以色列民代祷 因为以色列民真是太多的问题出现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 这个摩西为米利安代祷 是米利安 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米利安是谁 她是摩西的姐姐 对不对 那这里说她跟摩西的哥哥亚伦一起 诽谤摩西 正闹得不休的时候 耶和华忽然降临 向米利安 亚伦 罚怒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有没有印象 让米利安 长了大麻风 对不对 那么摩西呢 就为米利安来代祷 求神医治她 诶 我们先来看看 虽然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 但是呢 她在做什么事情 攻击摩西 对不对 诽谤摩西 诶 我们要讲的是守族之情 她没有念的 那神怎么样 就生气了 愤怒了 然后呢 神就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 摩西没有行灾了 对不对 哇 你诽谤我 活该呀 你是自作自受 对不对 摩西怎么做呢 求神来医治她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胸怀 对不对 如果摩西是一个小租机场的人 上帝也不可能把以色列民交给她 对吧 那么 在民书记当中 十四章记载的是 以色列民到了迦南地的附近 他们先派了十二个探子 去迦南地探一探虚实 那这个打仗的人都会懂的 很多 如果是你有做过兵啊 参加过战争啊 你会懂得了 这个叫做怎么样啊 侦察兵啊 先去侦察一下 那派了这十二个探子 结果这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 向百姓报凶信 说根本不可能征服那地 哎 你想一想 这些人 他们的心本来都是怎么样啊 摇摆不定的 对不对 然后这几个探子回来说 哎呀不行啊 我们征服不了那地 会怎么样 动摇军心 对不对 哇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这十个探子 当战 对不对 那么全以色列民就怎么样了 开始发怨言了 哇真的 哎呀打算 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 我们在埃及围奴的时候 虽然我们很苦 但是我们有稳定的生活啊 对不对 那么你看看啊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他们就打算立一个 带领他们回埃及去 立一个首领啊 我们不跟摩西了 这样子吧 你来带我们做我们的首领 我们跟你一起 我们回埃及好了 我们不要出埃及了 对不对 那么 神就发怒了 他就用瘟疫击杀了他们 那在 第十三节和十九节 就是民书记的十四章 第三十三和十九节 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 摩西又为以色列民带囚 我们再来看 在民书记十六章的时候 六一支派的 卡拉帅里的 250个首领 背叛了摩西 神发怒了 要灭绝以色列会众 全会众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 在二十二节当中呢 摩西又为以色列民来带囚 所以我们知道 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也是一个胸怀很宽阔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他是以民族的利益为先 以神的话语为根基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情 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 诗人这样告诉我们 就刚才诗篇九十篇啊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化的 不过是老苦愁烦 转眼成功 我们便如飞而去 哇他很形象的 告诉我们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 我们的诗真的是很有限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有限的 生命当中呢 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老苦愁烦 转眼成功 就像我们说的 一切都是空 对不对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空的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 那可以这样说 这首诗呢 它拨开云雾见晴天 知己人的心灵深处 使人内心感到了震撼 我们想想 人的一生真的是这样子 对不对 哇我们空手来空手去 在人世上的日子 不过是几十年而已 那诗人呢 就在此勉励神的子民 了悟人生短暂如此 就要我们知道 要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 宛如一眨眼的功夫 宛如过眼的云烟 宛如光阴似见 这样子的时光如飞而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 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中 人的一生 不过是虚拟之间 是多么的短暂 沧海离树 是多么的渺小 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既是短暂的 又是渺小的 所以呢 你看这幅图很形象地告诉我们 当我们从婴儿北历时期开始 我们开始慢慢学走路 学会坐 学会爬 然后学走路 我们开始背着书包 我们可以去上学 后来我们参加工作 然后我们成家毕业 我们慢慢就变老了 最后呢 我们就变成 躺在哪一个睡了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 那宋朝大文豪苏东坡 在这个前痴癖妇当中啊 他感慨道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宿 什么意思呢 就是道出了我们一生为人 就如浮游一般 寄生于天地之间 什么是浮游呢 我们看这个下角的那个图啊 那个你看到我们的手指 它就在我们手指上 很小的东西 那我们的人就是这么的渺小 我们的人就是那么的渺小到不堪一击 脆弱的非常了得 那如沧海之中的一粒素米一般大小 我们素米知道是什么 小米对不对 小米这样小了一粒 那人生何其短暂 而短暂的人生构成的要素是什么 生生叹息 这就是我们在世的这样的一个境况 对不对 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 唉 没有办法 唉 怎么办呢 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的短暂 如此的在叹息之中来度过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摩西 至少摩西还有三叹 哪三叹呢 第一叹 劳苦愁烦 我们看经文说 我们看经文说 他说 但其中所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对不对 这是摩西的第一叹 劳苦愁烦 那我们知道在埃及的时候 那摩西亲眼地就看到了 希伯来民族沦为奴仆的时候 作为奴隶的时候 他们的那样的一种艰难的岁月 身体的劳苦 心灵的摧残 以及面对法老逼迫的仇犯 哇 我记得啊 我刚信主没多久 我看了一个影片 就是《出埃及记》 哇 你看到 那个真的是 虽然有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艺术创作嘛 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个 以色列人 在埃及的时候 在法老的那个奴隶制下 他们过的那种艰辛的生活 你看他们在那谣传的时候 哇 真的 我跟你讲 把他们当机器啊 真是把他们当机器了 所以我们知道 他们过得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生活 那我们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我们知道 当时呢 埃及人 让那些以色列人 在那边做砖呢 做那个砖头 就是 我小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他们有 在我们自己家的院子里 要盖一间小厨房 我们就用一些泥巴 掺一些的稻草 然后呢 有一个木盒子 所谓的模子 把那些泥巴放在里边 做成一个模型 把它拿出来 把那个木盒子拿出来 然后呢 把它晒干了 就成为砖 其实呢 以色列人 也是这样做砖的 那他们做砖呢 不给草 我们想想啊 如果没有草 只有那个泥巴 那个砖是很不结实的 对不对 甚至可能都不能够成型 一干就会裂的 那都工呢 还管制他们 这是让他们面临一个 就是说 你又要让我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然后呢 我还要被你们不停地鞭打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在出埃及记当中第五节 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记录 他说 你们不可照常把草 给百姓做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哇 巧妇难为无米之催啊 没有米怎么做粥 对不对 没有草怎么做砖 那第十六节这样说 多工 多工的不把草给仆人 而且对他们说 做砖吧 看哪 你仆人挨了打 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那俗话说 真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催嘛 都没有东西怎么做 哎 这是刁难人 对不对 可是没有办法 你是奴隶 就是这样子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没有原材料 或者是缺乏原材料 你要叫我去制造残米 我怎么可以做得出来呢 那我们现在跟你说 好 现在呢 我需要一个弟兄去做那个T恤 可是我不给你布料 我也不给你机器 你要自己去找 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对不对 那当时的造砖就是这样子嘛 那因为造泥砖呢 大致上是依照以下的一个程序 就先用锄头 将水和泥混合成为黏土 再把这些黏土 倒进那个木模子里 然后呢脱模把砖晒干 变成为了泥砖 哇 这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做过 真的是很辛苦的 那个很不容易做的 那我们看看 我们看到了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那埃及人又严严地使用以色列做工 以色列人做工 那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 无论是活泥的 是做砖的 是做田间各样的工的 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带他们 哇 这要做工啊 还没有任何的自由 而且还被管得很严 我们现在 如果你是在公司做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有时候管工对你很苛刻 你就会心里面很气愤 对不对 哇 你想以色列人 他们面临的是什么 比你这个还要苛刻呀 所以 不仅如此呢 他们还要备受监工这样的一个严厉的管辖 稍有不慎就会遭落疲肉之苦 他们是打的 真的打的 那时的人们没有尊严 没有人格 没有自由 什么都没有 完全活在法老的残酷的奴隶制度之下 那甚至呢遭受着非人的待遇 所以摩西感叹到西伯来人的劳苦愁烦 看到族人受此艰难和虐待 这让摩西怎么样啊 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极大的触动 那就像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你的亲戚 你的家族里面的人 在别的地方受了欺负受了冤枉 你是不是会一样很气愤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哈 那法老呢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一个什么规定啊 就是以色列人生了男孩子的时候 就要被怎么样啊 被溺死 就是要放在河里给他淹死 那这是西伯来民族的一个烦恼 这是整个民族的烦恼 也是摩西所感叹的 那法老除了劳逸以色列人之外呢 他又下令淹死所有出生的 以色列男婴 在《初埃及记》第一章二十二节 这样记载说 法老吩咐他的民众说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 你们都要丢到河里去 哇 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所以呢你看 让摩西看到这么多 种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他怎么能够不叹息呢 那这里呢我用一首小小的短诗 来总结一下 雅阁后裔驻埃及 生养众多法老吉 百般虐待无情里 扼杀难迎摇篮里 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写照 那我们知道 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 已经发展到了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这样的一个人口 很多 众多的哈 那对埃及人的生存呢 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震撼和威胁 我可以去掉口罩啊 所以呢埃及法老 开始让以色列人日夜劳动 就想我就累你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我累死你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就想这样子 一次来减少人口 第一个 就是你一直在做工 不停地劳累 你可能会 积劳成绩而死 另外一个 你常常的劳累 你没有办法去更多的生育 所以呢他们就想 借此来减少他们的人口 但是呢 这招怎么样啊 根本不奏效 所以呢 以色列人口不降反升 那这法老就着急了 他着急了以后 他就下达了一个命令 凡是出生的以色列的男婴 都要扔进尼罗河里淹死 这多么一个残忍的政策啊 那我们看到了 法老就是这样对待 以色列神的子民的 当摩西见证了法老 对以色列民的残忍之后 他内心就充斥着一种民族的情怀 那就像我们一样 如果我们 假如说我们在欧洲国家 我们看到华人被欺负的时候 我们也很想怎么样啊 我们也会想着 哇 我真的有这种民族情怀 我真的好想去帮他啊 那对法老施余的以色列人 这样一个残酷的 这样的一个重担实为不满 那摩西看到这一切 他义愤填膺 他看不惯嘛 他一定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是一个 伟大的一个民族的英雄啊 所以俗话说 事可人 事不可人 于是乎摩西 当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 在打一个西伯来人的时候 他怎么样啊 对了 他奋起挥拳 就像武松大虎一样的 一拳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 那打死了以后怎么办呢 哇 他也闯祸了嘛 对不对 你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所以呢 摩西就开始了他的流浪逃亡的生涯 那从此呢 摩西就踏上了这么一条 劳苦愁烦的流亡路 那他在米殿放羊四十年 我们都知道 够不够劳苦 够吧 那等到他接受上帝的差遣 率领着百万族人出埃及 过红海走旷野 众人又怎么样啊 怨声载道 一会儿闹吃的 一会儿闹喝的 哇 如果我是摩西 我也会烦的 对不对 我一定会烦的 哇 我带你们出来 你们还居然给我闹 哇 一定是很烦的嘛 所以我们知道 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些的苦难 或者是愁烦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 从自己的内心里面 会有一种 哎呦 真烦 我们常说的 哎呀 你不要烦我 可是摩西可以对他们讲这个话吗 你不要烦我 不可以的 那当今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 诸多的劳苦愁烦呢 看看我们所走过的路 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那劳苦愁烦如影随形 伴随着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点少不了它 对不对 那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睁开眼 面临的就是 愁 就是烦 人生啊 不是为了赚钱苦恼 就是为了感情生活压抑 是不是这样子的 哇 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养家糊口 当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愁吧 比如说年轻人 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相亲相爱 一旦分手 怎么样 他们也是会忧愁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三年来 这疫情期间 哇 很多人都会很忧愁 对不对 工作面临失业的 这样的一个忧愁 那或者是减薪 哇 本来我的生活刚刚够用 再给我减一点 我不够用了 怎么办 一定会忧愁的 哇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发生在中国天津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疫情期间 这一家三口人 因为中国都是小家庭嘛 夫妻两个人带孩子嘛 这一家三口人呢 哇 只剩下两包泡面了 那 那妻子呢 正在给女儿辅导作业 妻子就跟丈夫说 哇 你去煮面吧 我们今天就煮面吃了 丈夫就去煮面了 诶 左等右等 为什么不见面来 煮好了 煮好了没有 煮好了 那 妻子就带着女儿过去餐厅 一看 诶 为什么只有两碗 而且一个是孩子嘛 自然吃的少 一个是小碗 一个是大碗 为什么只有两碗 没有我的吗 丈夫说 只有两包面呢 所以 我跟孩子吃了 妻子一听怎么样 恼羞成怒啊 哇 两包面 你不可以煮来三个人分来吃吗 为什么 而且你不是吃了一包了 你吃了一包半 孩子吃半包 噢 我没得吃 哇 生气不生气 如果是我 我也很生气的嘛 我一定生气的 然后呢 这是隔离结束的时候 婚姻也结束了 还有一个故事 更有意思 噢 也是在隔离期间 那这 这也是一家人 打开冰箱一看 哇 只剩下一包饺子了 数一数 这个饺子只有二十粒 因为中国人吃饺子 不像新加坡做点心要几粒 我们是做一餐 二十粒 诶 刚刚够了 可以吃饱 哇 丈夫就去把这一包饺子煮了 煮了之后 这全家人在这边等 这饺子为什么煮好没有端上来 你看 他已经吃的剩下三粒了 哇 一家人气愤的要死 所以你看呢 人性 人性 就暴露出来了人性 自私 对不对 然后不会考虑别人 那我们再来看 还会喂钱 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很忧愁 我们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我就给大家讲一件 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事件 我真的 我那几天 我很忧愁 但是我祷告过后 有一天呢 那我是在那个 团购里面买菜 会比较便宜嘛 那我就在团购里面买菜 我有一天买菜 我转账的时候 我就那一天 因为也是之前快要过年 我买了很多肉 那一次团购 我买了 花了一百多块钱呢 我买了一些东西 结果我转账的时候 摁错了一个号码 我把一摁成二了 然后呢 这个钱就跑到别的 另外一个户头了 我就快快给这个团购的 这个群组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换电 我说你的银行户口换了吗 他说没有啊 我说哎呀糟糕 那我是转错了 我就快快去跑去银行 找银行给我写一封信 说我们会催他一百六十块钱 我们会去催他 如果他不给你 你拿着我们出去这一封信 你可以去报案告他 那我就满怀期望再等 因为坦白地讲 我之前 我这次从中国回来新加坡 我之前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没有收入的 就是 我是靠吃我儿子的 那我就在想说 哎呀这一百多块钱 对我来说 如果在过去不是什么事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 很是是 因为我拙金见轴 那我就在想说 我等啊等啊 我等了两个星期 也没有回信 也没有看到我的户口里的钱回来 我就去银行 银行说我们也催他了 可是他没有还 你可以去告他 我就在想说我要去告他 不可以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后来我就在想说 啊算了 我怎样免人的债 神也怎样免我的债 我就为他祷告吧 我希望他能够 至少能够 因着这样的一个 不能说是不义自在 是我的过错嘛 我转到人家那边了 对不对 让他因着这样一个 他不不当的财产 让他能够感受到 啊有人在为他祷告 OK 那我当时我也 那几天我真的很忧愁 这是为钱 那另外还有我们劳苦 我们每个有事业的人 我们是不是都很做得很辛苦 我们劳苦 单重担呢 还有一个学生 比如说学生 他会为学业怎么样啊 愁烦 对不对 我考第一名 我很开心 我考倒数第一名 哎呀我很忧愁 我很烦 甚至有的人成绩一直不好 就导致了对学业的一种失望 就是不想上学 所以我们每个人 无论是在年少 还是在年老 还是在中年 任何时期 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 劳苦愁烦的事情 那唯有得着救恩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才能够放下 一切的劳苦愁烦 我们知道焦虑 不会解决明日的烦恼 却会夺走今日的平静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 那耶稣的第二个感叹 就是转眼成空 当时间的河流 汹涌向前之际 过去发生的一切 又在哪里安放 回首之间 是非成败 转头成空 我们回首我们的人生 无论你是今年五十岁六十岁 七十岁八十岁 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一生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写照 所以 聆听上帝的教诲 在旷野无人之处 就像耶稣喜欢待在 荒无人烟的旷野一样 放牧的摩西 他也有很多时间是在荒郊野外 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四十年 终于有一天 在荷列山 摩西放牧的地方 荆棘燃烧了起来 所以我们不要怕 当我们遇到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 无论这个困难 或者这个艰难 会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身边 甚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持续多久 但是我们要相信 神一定会拯救我们的 就像摩西 你看看啊 他终于有一天 他看到了燃烧的荆棘 那荆棘燃烧起来了 这燃烧的荆棘烧而不回 那他就看到了 神在他身上伟大奇妙的功 从火堆里 摩西听到了上帝的呼召 上帝赐予他手杖 也就是我们说的舌杖 对不对 我们知道摩西是举舌杖的 承诺拥有神的能力的手杖 会帮助摩西回埃及 并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人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 那这是神交给摩西的一个伟大的使命 也是神赋予摩西要完成的任务 那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过红海 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走了之后 当他在将要走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摩西已经120岁了 那120岁的摩西登上了这个尼泊山的时候 上帝对他说指给他看 对不对 对他说看看迦南地 你却不能够进去 那我们知道摩西是在这个尼泊山 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光 并在此升天了 我们想一想 我们跟从了神一生 我们为神做了很多 甚至为神受逼迫 受苦难 可是到最后 上帝却对摩西说 你不可以进去这迦南 这美好的应许之地 哇 如果是我 我听了以后我会怎么样 我心都凉了 对不对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 为什么 上帝为什么你是这样子 我带领他们就要走到迦南地了 可是你却不让我进去 那侍奉一辈子的摩西 临终并没有得着这个应许之地 删上了他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我想大家可以去体会 这是何等的一个感慨 那这个故事呢 它是记载在《生命记》中 耶和华在摩西临终前 让他看到要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 那摩西从摩亚平原登上尼泊山 到了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 那我们从这幅图中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看呢 摩西就在这个尼泊山 那个蓝色的那个框框里面 就在这个尼泊山这边呢 摩西是在这边离世的 升天的 那他站在这个山上的时候 你看到他看到了这个 整个神给的应许地全地 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 从基列到旦 拿佛塔利全地 以法连马拿西地 然后还有这个犹大全地 直到西边的海 尼泊夫从中树 从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 一直到索尔 哇 这么多 这么多的地方 摩西都看到了 这叫做什么 渴望而不可及了 其实呢 在新加坡 也有一些的故事 在中国也有一些的故事 那在新加坡 像林某胜 他在日战时期 日本人都要被赶出去的时候 他却怎么样 没有看到这个胜利的果实 对不对 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英雄 像 我们都知道很多英雄 在建国初期 他们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胜利的果实 这种事情很多很多 那 所以我们知道 耶和华对他说 这是我向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其事应许之地 说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死在了摩亚地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是记载在《生命记》当中的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 会不会心 心很凉啊 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 哇 我要是这样子 我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局 可能我的心 哇凉 哇凉的 上帝啊 我服侍了这么久 我这么顺从你的话语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你却让我没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胜利的果实 就是说我受尽的苦难 该享福了 你却让我不能够有这样的 一份享受 我们看一看啊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尼泊山 尼泊山的海拔是870公尺 站在山顶向西眺望 死海 约旦河谷 尽收眼底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橄榄山 所以呢你看 摩西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啊 他看到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他却进不去 哇 真的好遗憾啊 虽然约旦河呢 在峡谷深处隐藏不见 但是死海却在视线下方的 一公里外之处 映着西照的阳光闪烁发光 哇 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 当年的摩西 必定是站在那个山顶的某一处 遥望着那不得近的应许之地 那时他的心情该是多么的感慨 一往西 多年已过恍如一梦 可圈可点之事 就那么极见 有时欢笑 有时心酸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成功 纵然是令人喜悦 但是 这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付出 坚持不懈的忍耐 承受得住失败的打击 然而等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也不一定会成功啊 对不对 就即便是成功了 那也是会成为过去式的 所以回首之间 是非成败 转头成功 世上的一切 皆是生不带来 似不带去的 正如传道书 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 所说 我观察一切日光之下 所做的事 看哪都是虚空 好像补风 弯曲的不能变质 缺少的无法补足 我心里想 我获得极大的智慧 远超过以前 统治耶路撒冷的人 我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和知识 狂妄和愚昧 却发现 这也是补风 因为智商越高 烦恼越多 知识越多 痛苦越深 所以 我们知道 当我们的人生 经历苦难 这是必然的 人们从泛黄的古卷 依稀的还记得摩西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书中 可以知道有摩西 还记得很清楚他 可是 谁又记得他的妻子 希伯拉呢 谁又一起他的儿子格顺呢 所以 人们常常感叹 世间美好转眼成功 历史的长河中 摩西 这么样伟大 对不对 什么样了不起 那他留给世人最大的纪念 也就是那两块法板 还有他口传的圣言 也就是留下来这么多的东西 那 我们知道 那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呢 可能 当我们 如烟飞去 如飞而去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 对不对 那 我们来看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我记得我们刚到 我刚到新加坡来的时候 哇 每个人都在讲 认识的新闻 哎呀我在中国是做什么 在中国是做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 后来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 我说无论你在中国多么的辉煌 来到新加坡都是零 我们人就是这样 无论你过去多么的优秀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处境何尝不是如此 走出你的舒适去吧 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之下 待的太久了 久到我们 把我们的初心都已经给忘记了 我们当初为什么来信耶稣 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 那个火热的热心 都已经不在了 都已经变淡了 那长期的养尊处游 会使我们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 慢慢地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丧失了鼠灵的征战 这样的一个能力 也许我们可能是不愿意的 也许我们可能是不敢 来面对鼠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 我们认为舒适的地方 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待在了那里 我们就这样子每天 好像我不是不成长 我有读圣经 我有听神的话语 我有来教会聚会 但是除此以外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因为我出去 无论做什么传福音 跟人建立关系 我参加服饰 我都会很辛苦 我也没有那个热心 我不要做了 我们很多的时候 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很疲惫的状态了 那我们知道 人的一生弹指一会间 什么意思 弹指一会间 真的是很短很短 那不知不觉的我们人就老了 走着走着人就散了 时光如色 观音似箭 无论是繁华还是萧条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一切的一切 都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 宛如过眼云烟 转眼成功 所以 时空转移 人会产生如飞般的失控感 很多时候我们感叹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有好好感受 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 我就变老了 我还没有好好感受幸福 我就已经不能走动了 昔日我还是满头青丝 今朝就已经是怎么样啊 病发般白了 所以 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 转眼成功 我们便如飞而去 的确 许多时候 人会产生如飞般的失控感 可不是在地上 那是在天上 到了天上 神就成了主宰了 我们根本主宰不了自己的人生 那我们即便是 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真正的主宰我们的一生吗 谁来主宰你的一生 当然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 你比如说 对于无神论来讲 谁主宰我的一生 那假如说我是做官的 我就说权力 对不对 我是一个商人 我就说金钱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靠什么来主宰我们的一生 神 对了 我们 那我常常听到 我的很多的中国同胞讲 说 我的命运我做主 可以吗 真的可以做主吗 我就问他 你真的可以做主吗 他说可以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次我跟他 就是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我的命运我做主 我说你真的可以做主吗 我说我过去跟你的想法一样 我的命运我做主 但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你想做主 你没那个能力做主 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想做主 你不能够做主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自以为 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但是我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生命的主宰 不是你我他 而是我们上边的那位 阿们 所以呢 我们自己知道 主宰我们生命的 不是我们自己 也不是金钱全力 也不是你所说的 我所追求的那些物质的东西 而是我们那位上帝 那以俗人看 我们知道 在我们在地的时候 那老板说了算 或者说自己说了算 哇我的命运谁做主 我是一个公司员工 当然是我的老板做主了 他用我我就有薪水拿不用 我就失业了 对不对 我的老板做主 那说自己说了算 哇我自己是老板 我自己说了算 可能吗 哇我们这一次疫情 我们看到 对不对 有多少的那种小摊贩 那种摊位 他们在疫情期间 因为要关闭 怎么样啊 疫情关闭了他们的店面 也使他们倒闭了 所以自己说了也是不算的 对不对 谁说了算 只有上帝说了算 上帝说算就算 说不算就不算 对不对 他说有就有 他命力就力 所以呢 莫让我们自己 有太多的空非碳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由神来主宰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劳苦愁烦 我们都要怎么样啊 来到神的面前 交托给他 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得释放 让我们在他的里面 把我们的所有的叹息 一生生的叹息 都怎么样啊 挪去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阿们吧 好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通过神人摩西 这样一个伟大的 了不起的人 在他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 他还常常的叹息 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凡之辈 凡夫俗子 我们每天所面临的 都会有劳苦愁烦 都会有生生的叹息 阿爸父神 我们知道 因着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下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劳苦愁烦挪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无论今天 我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困境 无论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怎样的 劳苦愁烦 忧愁也好 灾难也好 逆境也好 神啊 总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就全然地交托 我们就全然地来到你的面前 顺服你一切的旨意 因为你说有就有 你命力就利 因为我们也知道 神啊 无论是怎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知道你都有美意在 因为我们也 心里清清楚楚地晓得 你是那赐平安意念的神 不是降灾祸的神 阿爸父神呢 我们今天 我们要挪去我们心中的忧愁 我们全然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 由你来主宰 主要我们知道 在你的面前 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国度当中 我们会享受那无比的恩典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 阿爸父 我们再一次地感谢赞美你 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让我们邀请敬拜团唱一首回应诗歌 谢谢彩霞传道 今天你的分享我们 我也真的是很感同身受 我想摩西有 虽说是三碳 你想人生就有那三碳 多得不得了的碳 对不对 多得了不得了的碳 保罗今天也在哥林座书里讲说 哇 他有好多的软弱 碳系不只是那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是这样子 但是我很感恩 在每一个碳系当中 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同在 我知道这些碳系 他会 还可能还会在那边 但我想到说神就会用这样的碳系 把他念旧我们 念旧我们成为一个更 更加合用的器皿 更加 可以说是 能被他逃造 被他逃造 只要我们这么享受 我们就知道说 好像彩霞传道说 他跟人家传呼应 他就说 我的生命我自己主宰 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根本都没有这个能力的 根本都没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更加太过辩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是完全没有掌握 我们自己的能力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人生也绝对不是掌握在 别人的嘴中所处的话语 或者是环境所处的 不是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我们的神手中 给我们的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 他给我们的人生一个计划 是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为了我们更美好的人生 来给我们计划的 所以我们要千万要相信 苦难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忧愁一定会有 但他不会是永远的 他不会就这样永远的在你心中 你不要让他长根 我要讲 他不会就是永远就在那边停着不走的 不会的 这是 我可能还没有资格说那样的话 不过这样六十岁的人应该可以说 你相信你前面受众过 你只好说这些会过去 它会过去 那我们来唱首诗歌 虽然我的儿子在教英文在里面 我就清唱也可以的 好 来 一起来唱 心情低落的时候 心情低落的时候 想起你的温柔 你那肯不见的手 安慰我 风风雨雨的天空 盼望看见彩虹 是你恩典的承诺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会帮助我 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 想起你 我的心不再忧愁 我的心不再忧愁 生命在路有你陪我 心情起起我 心情起起又落落 好像早起潮落 你的痴爱总水不能淹没 我 听你耻声 听你耻声对我说 一生永不离开我 给你耻声 给我恩典的承诺 每当想起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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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帮助我 还有什么困难 不能度过 想起我 想起我 我的心不再忧愁 在忧愁 生命在路有你陪我 是的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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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帮助我 想起你 还有什么困难 不能度过 想起你 我的心不再忧愁 生命在路有你陪我 是的 生命在路 生命在路有你陪我 再来 生命在路有你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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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感恩 是的 感恩 我们来 要结束今天的敬拜了 我们要感恩 我们来唱三一颂 来 一颂 一颂 赞美真神 神万福之恩 世上万民 赞美主恩 天师天君 赞美主命 赞美神父神自身体 阿们 请参加 神道给我们祝福祷告 好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 感谢 谢谢 财霞 请坐 那我要再次的 跟大家 要鼓励大家 我们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来来神的面前 更好的能把人带到神面前 那是更好的 那我要鼓励大家 能够有朋友的话 就把他邀请他来 邀请第一次 可能不来 第二次 第三次 不过我们 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愿意去为神 付上这个代价 来去做这样的邀请的工作 当然我们自己来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一定也是要 正确的 要讲神 看到我们的就是 良善 又重心的仆人 对不对 良善我们就能够好好关系 好好的交朋友 把人家 就让我们的生命来给他做见证 那么你的忠心神也是会 神在眼中也是很宝贵的 良善跟忠心 良善跟忠心 那我们要就是一些报告 就是同样的 我们每个星期天 十一点三十分 这边会有中文的崇拜 那么现在开始 我们的小学家传道 也在十点二十分早上的时候 会有茶经小组 来让我们大家在神的话语当中 可以更加地去认识 借着我们的这个孕意 过上时间来去查考神的话语 让我们的灵命更加长进 能够让我们自己神的话语 更清楚 更肯定地认识 那么我们就不会 人说什么 人云与人情说什么 我们也不会随风摇摆 因为我们的神的话语是炸在 这个根是炸在神的话语当中 是建立在磐石上的 那我们要 等一下我们也有做这样的奉献 就在奉献箱当中 那我们做了奉献的祷告之后 我们就可以结束 今天的敬拜了 我们来祷告 也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赞美你 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来的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所中 要奉献的 就是一点点 你从你那儿来的 来奉献给你 但求神灵自己 来扩张你的国度 来应用在神灵的国度当中 谢谢你 接纳我们的这微小的奉献 让人来摆在神灵面前 蒙你的愿啊 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 感谢祖的平安与大家同在 Amen 我们现在就散会 谢谢 谢谢